贸工部长陈正生表示 本地企业不应只专注于出口自己所生产的产品 也应着眼提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陈正生上午到Sky Urban Solutions参观 这家专门提供微型农业解决方案的公司 每天可在相等于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生产多达100公斤的叶菜 微型农场的模式可以量身定制 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 让他们根据各自的情况生产所需的蔬菜 Sky Urban Solutions今天同印度和沙拉越公司 签署了两项量解备忘录 把微型农场模式出口到这些地区 公司也同一家中国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如果我们能克服这种种的挑战 而在一个比较城市化比较密集的一个城市 能培植和种我们所需要的食物的话 那这个营运模式也可以扩展到 辐射到其他的大城市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所以虽然这是一大挑战 这也是一大商机 Sky Urban Solutions已经打造了10多个微型农场 并计划在未来两年 在全球多设立100个这样的农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